嘿嘿,不是不是,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这么多位,都是垃圾。 所以本期就和大家聊聊《破坏之王》中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虽然我们看到的导演是李丽池,但他仅仅是挂个名字而已。 其实在唐伯虎点秋香时,周星驰就有了自己做导演的想法。 只是在《破坏之王》中,星爷第一次做了导演的工作,《破坏之王》其实原定的女主角是龚丽。 但科班出身的龚丽完全无法融入周星驰的无厘头表演风格中。 比如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周星驰要他把头发竖起来,脸化妆成被打肿的样子。 龚丽都不太愿意,打肿的镜头也是找的替身。 可能因为一些偶像包袱,让龚丽在表演上有些束手束脚。 多年后的龚丽在回首这段往事中,很后悔当初没有和其他演员一样放得开。 若还有机会的话,他愿意像其他演员一样疯疯地演出。 再加上,龚丽当时和张艺谋要拍摄活着, 因此两人就取消了彼此之间的合作。 取而代之的是新人演员钟丽提。 当时的钟丽提刚获得国际华裔小姐大赛的冠军, 初次踏足演艺圈还没有什么经验。 不过周星驰看中了他身上勤奋努力的特质, 邀请他出演《破坏之王》的女主角。 加拿大出身的钟丽提不太会讲粤语, 周星驰对他也很是照顾。 那时候拍摄压力大,周星驰在片场经常忍不住发脾气, 但只要钟丽提一来便会停滞, 还是很有绅士风度的。 为了方便钟丽提拍摄, 很多台词都是翻译成英语, 不能翻译的就让他直接念一二三。 然而等到拍摄《九品芝麻官》时, 钟丽提已经能用《月语对答如流》。 不得不说, 星驰选角的眼光真是一绝。 钟丽提饰演的女神, 确实是让很多人惊艳的百月光。 因为周星驰经常在片场临时改剧本, 最终导致预算超支, 拍摄进度也延长了好几个月, 原本计划在圣诞节上映, 最后只能推迟至农历新年。 好在电影上映后, 就斩获了3600多万港元的票房。 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新人导演而言,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好景不长, 很多人发现电影抄袭了日本漫画家 任森尊的作品《破坏王》。 对此周星驰也很是坦然, 在采访中毫不避讳。 他说, 灵感来源的确来自《破坏王》, 因为很喜欢里面搞笑元素, 但实际上剧情大相径庭, 思想脉络也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可以摆脱抄袭的嫌疑, 将喜欢的东西融入电影创作之中, 只要处理得当完全是可取的。 另外, 星爷作为终结者的忠实粉丝, 在片中也致敬了该电影。 阿盈的出场, 便是终结者中, 石瓦星格出场的一个恶搞桥段。 而阿盈和大师兄的那一段打戏, 则是致敬了1982年, 成龙自导自演的《尸地出马》。 断水流大师兄的外号《神奸凶器》, 则是来自任森尊的另一部漫画《神奸凶器》。 电影中有一幕是, 一个大叔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 大喊我爱黎明, 结果遭到张学友歌迷的一顿暴揍。 事实上, 这一幕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在1992年, TVB举办的一场歌手颁奖晚会上, 由于黎明的人气最高, 粉丝原本以为是黎明会得奖。 但有媒体曝光, 评委私底下已经把奖项内定给了刘德华, 因此两边粉丝在现场打得不可开交。 其中就有一人跑到刘德华的粉丝阵营里大喊, 我爱黎明, 结果被痛揍了一顿。 但最后没想到, 这个奖项却给了张学友。 让观众意想不到的是, 张学友也真的来客串了, 自己演了自己。 实际上, 张学友当时并没有去片场, 只是隔空拍了一段, 后期剪辑在了一起, 现在看来也是很有意思。 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你一定注意不到古剧机也参演了。 那时候他还比较青涩稚嫩, 好多人看一遍压根都没看出来, 古剧机实验的是快餐店的一个打工仔, 整部电影没说过几句台词, 纯粹就是打酱油的。 这快餐店虽小, 但却是卧虎藏龙。 店老板是由黄一飞饰演, 抠门又啰嗦, 戏分比较足。 还有一个胖子店员, 他是古德昭, 电影里是星野的运用配角, 戏外是导演和编剧。 这几个人还教会了我们许多开餐馆的套路, 在当时那个年代还没有美团外卖, 他们无论多远都有配送服务。 何金银对老板说, 下次远的配送就别让他去了, 结果老板告诉他, 然后被顾客发现, 饭里有苍蝇该怎么办, 一起先把苍蝇制服, 甚至把阿盈打一顿, 最后目的达到了老板说, 此外, 电影中的广告营销也是做到了极致, 当何金银赢得比赛的时候, 店员都穿上了快餐店的工装, 还说完全是吃了自家的餐饭, 才赢得了比赛, 可以说用最少的钱在电视上打了一次广告。 何金银作为一个外卖小子, 想追求女神中立体, 万般无奈之下看到诺夫救星, 努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达叔就是那个懦夫救星, 虽然能力不够, 不过他的营销和推广方案绝对一流, 就算放在现在也完全不过时。 加上何成龙的重案组的合照, 这其实是为了打造个人品牌的重要性, 用P图和假动作让阿盈相信不已。 那么如何在电影中打广告, 又能不让观众发现呢? 当身无分文的阿盈准备投靠达叔时, 却被对方冷落打发, 分别是送给达叔一个没有logo的塑料手表, 影片还把这块表以360度无死角的展现给观众, 其实这是一块SWASH手表, 还有一段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广告植入, 就是阿玛尼自黑式的宣传, 就算你有阿玛尼眼睛又怎样, 还不是追不到女神, 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并不知道阿玛尼是什么, 但后来知道这个品牌的时候, 脑海里就会浮现这一个片段, 最后阿盈和大师兄在列台赛的中场休息时, 所插播的广告是魏元棠, 这些广告在电影里并没有很突兀的感觉, 反而推动了故事节奏, 有种意外的喜剧效果, 片中饰演踏拳道主将的是周比利, 相信大家一定对他很熟悉了, 可惜一出场就被断水流大师兄秒了, 虽然这段客串看起来他的实力很弱, 但是周比利在现实中却是一个真实的拳王, 曾获得多次自由搏击世界冠军, 在武打电影中经常看到他作为终极打手最后出现, 是功夫巨星的最强对手,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和周星驰颇有渊渊, 背后的故事也是很戏剧话, 他就是林雪, 在这部电影中没有多少戏份, 只是个倒垃圾的路人, 两人第一次相遇时, 周星驰还只是在剧组跑龙套, 林雪是当时剧组的厂物, 有天拍完戏的心在去找林雪, 请他帮自己找一辆车回家, 林雪也口头答应了, 后来事情一忙, 林雪就把这事忘了, 就这样让周星驰拜拜等了好久, 后来周星驰功成名就, 在电影《破坏之王》拍摄时, 两人又见面了, 周星驰一眼就认出了当年放他鸽子的林雪, 林雪也认出了周星驰, 顿时尴尬, 觉得坏了, 不过周星驰并没有因为过去的小事刁难他, 相反, 还邀请他到自己的电影里客串角色, 一来二去, 林雪也觉得周星驰是个值得深交的人, 两人逐渐熟络起来, 后续周星驰的很多电影, 都可以看见肥雪的身影, 现在看来这些客串就像设置的小彩蛋一样, 十分有趣, 达叔更是为了帮星驰拍好电影, 更是留了一脸自己讨厌的胡须, 两人身后的感情可以说是有目共睹, 可惜电影里那段有缘再合作的承诺最终也没能实现, 小人物的人生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但我相信观众都不会忘记曾经带来的那些感动, 好了,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小陈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